hello 欢迎学习爬虫课程 那么上几个的话我们是跟大家讲解了一下啊 那个啊 搜方网的那个那个scribe宽子的爬虫 当时那个爬虫的话还只是一个当机的爬虫 它并没有分布式的功能对不对 好 这几个的话啊 我们就跟大家讲一下啊 如何将那个项目把它给部署成那个分布式啊 那么我们在部署成分布式之前 我们手机的话先要准备一点东西啊 准备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下这张图啊 这个分布式它的这个 读 分的这个分布式组件的这个图啊 分布式组件的话 是不是首先分布式 如果你写的这个爬虫是分布式的话 那么是不是应该有一个release的一个这样的服务器 然后下面有这些爬虫服务器啊 对对 所有的话我们在啊 把这个爬虫变成 这个分布式爬虫之前 我们首先先要啊 有多台机器对吧 那么这个地方啊 我讲课的话啊 我就以这个讯息为例啊 实际上的话我以自己的这台电脑 作为这个release的服务器啊 只要的话以啊 这个我的讯息来作为这个什么呢 爬虫的服务器去真正的去爬取这个数据 好吧 那么啊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呃 实际项目开发当中哈 呃 如果这个爬虫真正的要部署到我们的那个呃 呃 不真正的要去工作的话 他其实还是在这个Linux上面啊 说的话我们这个班啊 就一个Linux项目来跟大家讲解 好吧 就一个Linux操作系统来跟大家讲解这个东西的配置啊 好 这边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XL啊 现在我连接的是一个啊 无光图一是右的一个这样的操作系统 好吧 连接的是无光图那个操作系统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这个上面啊 把一些下面的软件把它给安装一下啊 把这些相关的配置信息也配置下 然的话使他能够成为一台这样的爬虫服务器 好吧 那么啊 相关的东西的话 其实比比较简单啊 就是呃 在这个里面能够啊 有那个派子三 那然后的话 在这个派子三下面啊 你需要有这个scribe框架 他运行的一些这样的包 就是我们那个scribe方法 运行的一些这样的包就可以了 对 好 那么我们啊 来走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们在安装这个python包之前 哪些的python包呢 scribe框架 scribe realis 这些东西是属于python级别的一些包啊 那么在安装这些python级别的 这些包的之前 我们首先先要去安装一些操作系统 其别的一些真的软件 明白是吧 好 那么来到哪些软件呢 来到我们这个scribe框架当中 只要的话来到这个快速入我们这个地方啊 然后的话来到这个地方有那个什么呢 这个地方啊 我们把这创单码 我们将去复制份啊 只要的话这地方我们来右键来张贴一下啊 来张贴一下 好 这样的话来走一波啊 先把这些东西先把它给安装一下啊 这些软件的话啊 是后续我们啊 会需要用的啊 需要用的啊 嗯 看一下啊 这个题是什么呢 四十四没有找到啊 不能够fetch 三个包 每币run up to get 啊 我看一下更新一下 哦不哦不OK啊 呃 或是我切换的路子用货 我先更新一下吧 先更新一下啊 也有可能是这个apt太旧了啊 比较快啊 比较快啊 或者我稍微稍微暂停一下视频吧 稍微暂停一下视频啊 OK啊 那么现在的话就更新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运行一下前面啊 上面的这个命令啊 来把这个命令来复制过来啊 复制过来 孔着加C啊 孔着加V 然后的话这里方来张贴一下啊 张贴一下 呃 看一下啊 好 再来走一波啊 yes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是在安装了 对吧 再安装了啊 这部分大家啊 一定不要漏了啊 如果这部分漏了的话 后期我们在安装那个scribe框架的时候 他就不能安装那个tracy的啊 那个tracy的 因为我们scribe框架 他是基于那个 基于那个啊 tracy的那个一步框架 好吧 好 这个地方的话 他比较慢啊 我也是先把这个视频先把这个视频先把给暂停一下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软件就已经安装好了啊 安装好了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安装一下我们这个项目所用到的一些这样的包啊 那么我们这个项目用到哪些包呢啊 我们最好的方式的话是怎么呢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项目啊 打开一下我们这个项目 现在我们这个项目用到哪些包 我们是不是只要看一下他这个虚拟环境 他这个谎 他这个环境当中用到哪些包就可以了吧 对 那么一般啊 一般在我们的公司里面开发也是这样的啊 首先的话 你在这个windows搜索系统上面先把这个项目 开发好 开发完整 开发完整以后 接下来啊 你再把这个项目要把它给部署到服务器上面去 对 不说到服务器上面的话 你是不是应该要去给他指定说哎 这个项目需要一带哪些包啊 那么这次的话我们就可以这样做啊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啊 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cmd的终端啊 实际上的话进入到你这个项目所在的这个目录啊 cd点点啊 我先进去啊 cd到这个啊 点点啊 cd到这个vb 然后是cd cd s对不对 然后的话再cd到我们的这个python 然后是c r a w l e 然后的话再cd到这个啊 s c i p y scribe demo啊 然后的话下面的那个房对不对 好 在这个里面的话啊 接下来的话哈 我们在这个里面来调来执行一个命令哈 执行这个命令的话 他就可以将当前这个虚拟环境当中 所有的包全部都把它给放在一个文件当中啊 全部都放在这个文件当中好吧 啊 那么哪个命令呢 派普 然后是f r e z e freeze freeze 它的翻译成中文代表的是冰冻的意思啊 冻结的意思啊 然后我们冰冻在哪里呢 冰冻在这个r e q u i r e m 这个文件的话 这个文件名不一定要叫做requestmas.tsd啊 只不过的话 在我们的那个页件啊 就是在 在做这个python开发 如果你把一个项目开发完成以后 基本上都会生成一个这样的request.tsd的一个页站的文件啊 那么以后别人想起运行你这个项目的话 他就根据你这个request.tsd这个文件当中啊 这些包他自己再就安装密下就可以了 好吧 好 这里面我们再来执行一下啊 稍微等一下啊 好 执行完之后 这里面我们就多了一个叫做requestmas.tsd的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里面的话就包含了我们这个虚拟环境当中所有的包啊 所有的包 那么以后我们想要去安装啊 想要在服务器当中去安装这个软件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文件来安装就对的 好吧 好 那么这个文件的话啊 这个地方我就把这个文件发送给什么呢 发送给这个啊 服务器 好吧 那么发送给服务器啊 可以怎么发送呢 这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sz啊 的这个命令啊 啊 通过这个rz 好 这个rz的话就可以去读取我们本地的这个文件 好吧 哎 这地方我们来找一下啊 是在这个地方 在房里面 在这个里面 对吧 好 这样的话 他就把我们的这个项目啊 传输到哪里呢 传输到了这个文件 当然其实我这个目的下面 是不是就是这个地方叫做requestments.tsd啊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里面的这些包啊也也就是说这个里面这些包啊你包括哪些包呢比如说包括lxml对吧还有包括这个啊 啊 p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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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ycle 以及radis啊request 啊scrappy 以及scrappy 这些包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就安装啊 派普 install msd a l 然后是那个iq i i 啊好 这样的话他就会从这个里面从这个文件当中去读取这些包啊进行安装啊我先推出一下啊为什么呢因为在我这个里面啊如果派普的话他是安装在这个派属二的版本下面啊他说在安装在这个派属二的版本下面啊他说在安装在这个派属二的版本下面 要让他安装在这个派属三的版本下面好吧需要安装在这个派属三的版本下面啊所谓这个地方不是不能这样就安装好吧 嗯那么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啊在我们创建个虚拟环境好吧就是在我们这些包的话都安装在那个虚拟环境下面啊那么创建虚拟环境的话我们需要用到呃那个visual enemy啊啊v-i-r-t-u-a-m-e-m-v-w-r-a-p-b-e-r这个软这个包啊那么如果没有安装这个包的话啊如果没有安装这个包那么可以怎么安装呢 type install啊v-i-r-t-u-a-m-v-w-r-a-p-b-e-r好吧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安装这种方式安装的话非常简单非常简单啊 啊不是这种方式安装非常简单啊就是安装完这个包以后以后我们再穿进虚拟环境的时候就会变得非常简单啊变得非常简单啊好那么这个地方我就使用这个命令叫做m-k-v-i-r-t-u-l-e-m-v这个命令的话就是刚刚的这个v-i-r-t-u-l-e-m-v-w-r-a-p-b-e-r这个包下面的命令啊就是这个包下面的命令啊好那么我们可以使用这个m-k-v-i-r-t-u-l-e-m-v-w-r-a-p-b-e-r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派生三的路径在哪里位置那是派生三 派生在这个usr并啊派生三下面对不对那么我们就可以什么呢呃m-k-m-k-v-i-r-t-u-l-e-m-v-p就是干派生等于这个什么呢呃这个usr下面的这个并下面的派生啊p-y-t-r-n-3然后是后面再取一个名字哈这个名字我就叫做c-r-a-w-l-e-r-m-v就是爬中的一个这样的环境啊呃不存在吗 啊这个地方是这样的哈不是给等号是给个空格啊好这样的话他就会创建一个叫做啊crowa的这个虚拟环境啊创建一个这样的虚拟环境好吧 好这样的话就创建完整了创建完了以后并且他自动的给我进入到这个虚拟环境当中了对进入到这个虚拟环境当中以后接下来我再去安装这个包啊就是派普install 然后是iq ii 啊现在的话我们就直接可以使用这个派普进行安装了因为现在的话我们是已经进入到这个虚拟环境当中了你再次通过这个派普安装的话他就会安装在这个虚拟环境当中ok啊好那么这边我们再来执行一下啊 嗯啊干啊好干啊少得个参数啊 好这样的话就等待他的一个安装好吧等到他一个安装啊他就会安装这个里面呃所有的这些包啊 我先暂停一下好吧我先暂停一下啊 好那么现在安装到这个地方的话他就提示了一个错误啊他说找不到这个pywinside的这个包那么这个包的话其实属于这个windows操作系统的啊在我们的另一个操作系统下面是不需要安装这个啊 那么我们只要把这个东西把它给删掉就可以了好吧好那么我们else看一下vimrequest这个啊 然后找到那个什么呢pywinside的啊 好嗯是叫做什么的pu啊是vinside的啊好就在这里dv删掉啊删掉完之后我们再退出再来安装一下吧再来安装一下啊 之前已经安装过了他就不会再加安装了看到没有啊他这些东西说已经安装过了就不会再加安装了啊没有关系的啊 好我们再来等一下啊 新的话这个scribe框架是不是可以轻轻松的安装上下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安装上下啊如果你之前没有安装这些包的话啊你在安装这个scribe框架的时候啊就会出问题了吧 哎这个tree 这个tree的也安装上下看到没有这个tree的安装上下啊 好应该是快了啊应该是快了啊 好应该是快了啊 好啊 好啊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包就已经安装成功了好不好啊 下边的话啊 我们就直接可以把我们的这个scribe框架啊 把不是scribe框架啊 把我们的这个搜方法的这个项目 放到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当中 就可以去执行了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几个就是主要是讲一下啊 如果在这个啊 Ninux操作系统上面去部署 去安装一些这样的包 去配置一些这样的东西 好吧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